玩乐学堂 最上面这一层冷藏室 把手是粉红色的 中间和下面这两层都是冷冻区 这里是蓝色 这里是黄色 打开看看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吧 哇哦 你们快看 首先我看到了 有着橙色和绿色的胡萝卜 我们试着把它切开吧 现在我把它切成了 一二两半 放在这 哦还有还有 红色的西红柿 也把它切成两半吧 下面这一层呢 有两种绿色的蔬菜 哦 这个呢叫做花苞菜 也把它切开 最里面的这一个呢 绿色的叫做青椒 它也是可以切开的哟 你们看 现在所有的蔬菜切成两半 这里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块食物 再来看看冰箱里面还放了什么 这里是各种各样水果的罐头 旁边还放了我和金宝非常喜欢喝的 葡萄汁 这个很好喝哦 侧面侧面 侧面还放了两盒 这个呢 是妈妈非常喜欢用的黄油 这盒绿色的叫做豆乳 好喽 上面这一层已经看完了 接着我们开始看中间和下面的冷冻区 打开这一层 哇哦 你快看 里面有我们非常喜欢吃的蛋糕 可以放在冷冻区哦 还有这个这个 哇哦 冰激凌 金宝 我是你最爱吃的 可以放在这一层 好 快看这里 蓝色的这个格状的盒子 可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用的工具了 把水和糖放在里面 简易的冰激凌就会做好哟 哦 对了对了 嘿 哦 这个呢是饺子 我们可以放在冷冻区 吃的时候用水煮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 哦 很多小朋友还喜欢吃的披萨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哦 好喽 冰箱里面的食物全部学习成功了 这时候 我可是想要考一考大家一些数学问题 你们准备好了吗 眼睛睁大 耳朵要仔细听哦 放出我的道具吧 朋友们你们快看 这个就是称重器 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称 它可以用来来测量所有食物的重量哦 这个玩具来出考题咯 准备 首先我们放一个盒子在上面 它在称上出现的数字是 一 再来放多一些吧 OK 嘿 再加一些 嘿 冲上的数字 马上就变成了 有 朋友们 你们快看 一加九 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那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第二组我出的题目是 先来放两个卷心菜 称上的数字是 二 再来加一些东西吧 哦 朋友们你们快看 称上的数字到了 八 那么 二加八的结果是多少呢 开到的小朋友们 继续向下看哦 我拿掉了一颗胡萝卜 称上的数字 马上变到了 七 如果 我拿多一些 嘿 那么 称上的数字 立刻变成了 三 请问小朋友们 三加七 又是多少呢 嘿嘿 有小朋友们 可能会发现了规律 如果你没有发现 不怕不怕 我们接着向下看 在三的基础上面 我们加多 半一个胡萝卜 称上的数字 马上变回了 四 如果 再加多一些 嘿 唱 马上又变成了 六 那请问小朋友们 四加六 六是多少呢 提 好了好了 不卖关子了 最后一道题 请看好咯 把胡萝卜和罐头拿下来 换上一个比较轻的胡萝卜 和一个饮料 称上的数字 变成了五 那 我换一批食物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吧 一个青椒 一个罐头 一瓶黄油 称上的数字 啊 还是五 那么小朋友们 五加五 它的答案是多少呢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称上的数字 从一 九 二 八 三 七 四 六 还有 五和五 这两个数字 加在一起的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你们有人发现吗 如果你们算得出来 它们的结果是多少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对了对了 最后千万别忘了 点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